1月25日 茶税来最大空投外资群大举回补鸿海持股 作者,A大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80亿 上涨126点 收在18002点 成交量2934亿 今天外资群用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联电 日月光 大力光等大型全职股让台股占上1.8万点 从外资群昨天期货空单减少到483口 就不难看出外资群要让指数涨到1.8万点以上 昨天我说过 外资群买了十几万张的台积电 成本在622元 结果之后又买了几天 股价一直在626元 外资群如果不向上拉一波 那买的十几万张就会赔钱 但如果要把台积电拉起来 那指数势必会上涨 所以外资群会去买期货多单 昨天我才说完 今天外资群就布了3388口期货多单 现在散户在台积电都是站在卖方 因为2021年散户一朝被蛇咬 10年怕草神 所以最近一定都是站在台积电的卖方 外资群想要出货 一定就是要拉抬到让散户相信为止 所以昨天我就说 外资群想要这一波台积电成功 至少就是要让指数涨到2万点 然后让台积电涨到700元以上 这样就能把之前套牢的散户全部都清出去 这些散户加上股息 三年下来了不起就是赚10%左右 一年仅赚可怜的3.3% 一般散户的个性就是套牢抱永远 解套马上卖 这也是为什么外资群最近在600元以上 买1万张都不会涨 一定就是要买个3万多张 才会上涨个2%左右的原因 到680元之前 外资群要拉抬台积电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未来散户都相信后 又在满街的户国神山 那时外资群就能顺利的把股票卖给散户 很多散户就是在这样一买及一卖的过程中把钱赔给三大法人 当初很多散户买到台积电后 三大法人就一直让股价下跌 然后在他们赔钱的价位整理几年的时间 现在外资群近三个月买了46万张 股价就开始的强势上涨 很多散户会觉得自己倒霉 卖了就涨 散户在2021年到2023年都很有信心的不卖 那外资群就让股价打死不涨 现在股价在外资群手上 他们就持续拉台 然后再布局期货多单再赚一手 台股今天占上18000点 去年10月中国查税以来卖最多的空方外资卖格里 今天大买了9231张 前天卖格里买超1686张时 我就和大家说卖格里是查税以来卖最多的外资 合计卖了59000张 开始买回1686张后 之后可能会继续的买超 鸿海中比较被诡打到的外资就是美玲 瑞银之类的外资群 美玲因为近一年卖了14万张 每天就是在里面压制鸿海 也不知道美玲是怎么想的 每天都在鸿海中赔钱 都已经得到散财童子美玲了 她还能每天先卖后买 每天就是故意赔一点钱给短线客或当充客 卖格里合计买回11000张 还有近5万张能买 查税以来第二大空头是大摩 第三大是美玲 第四是小摩 第五是高盛 这周高盛也有买回3205张 当有大空头外资开始大举回补鸿海 这就会让其他的外资群产生压力 毕竟他们是了解鸿海有价值的 很多散户看到鸿海股价不涨 就在那找一大堆的理由觉得鸿海不好 昨天听到很瞎的理由是因为鸿海资产在中国 土地 厂房的价格大跌 所以觉得鸿海的净值是虚的 这种半调子可能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 明明花个10秒去看个资产负债表就能知道了 还在那说的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要散户仔细想想 其实他不懂就不懂 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是因为他真的不懂 白话就是嫩 今年台积电 伟创 伟影 广达 辉达 工业妇联都看好AI的年复成长率 鸿海旗下金基姆工业妇联在中国股市也涨了五个交易日了 所以市场是相信工业妇联是能因为AI商机受贿的 唯一有疑虑的就是觉得AI营收占鸿海营收及获利不多 但去年第三季工业妇联开出毛利率9.25%后 鸿海毛利率来到6.66% 这时我们已经看出工业妇联毛利率 获利提升对鸿海真的是有明显贡献 现在是财报空窗期 等今年三月中开出去年第四季财报 还有五月中开出第一季财报 是不是有明显的贡献就一清二楚了 那时我们再来看一下伟创 广达 光宝科及英业达 看一下这些公司股价涨这么多 获利能多多少 很大几率是市场失望卖出 伟创2022年赚4.01元 2023年赚4.08元 财增加0.07元 结果股价涨了2-3倍 最高还涨到4-5倍 这0.07元是什么单位 我真的搞不是很动 在投资人眼中 获利增0.07元 股价该涨90元就是了 好厉害的神逻辑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查税来最大空投外资群大举回补鸿海持股 2.鸿海订单包括挥达GH200 及多款晶片模组 3.黑心网友在DR股被迫 耿就持续几年怀恨在心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80.46亿 投信卖超台股7.29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6.61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279.77亿 外资群期货多单增加3871口 期货流仓多单3388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多单4767口 今天台股成交2944.84亿 上涨126.79点 涨幅0.71% 收在18002.62点 电子上涨10.22点 涨幅1.12% 收在919.29点 金融上涨2.75点 涨幅0.16% 收在1675.94点 今天大摩 小摩 元大 富邦 美龄等外资群及主力一样 是在一买一卖的把伪创的股价锁在115元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大摩偷卖了5461张 上星期五大摩买了22765张 均买价在103元 大摩115元左右一买一卖三个交易日后 今天就露出原型了 在116.12元卖5461张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都还在一买一卖的制造锚点 昨天外资群卖超伪创9544张 今天卖超8481张 大家看到了吗 一般散户说他们倒很会涨的个股 他们能赚到钱 但事实就并不是如此 外资群在上星期在102.5到103元布局了一大堆 最近两天在115元附近出货 一买一卖成交易 外资群在102.5到103元向散户买 然后把股价锚定在115元附近 在锚进的这几个交易期间 也是能完当冲 有时赢有时输 如果有散户上当进来买 那外资群就全力到货 我追踪伪创4个交易日而已 大家有看到伪创中的散户有多嫩了吧 这和鸿海中的投资者有着天壤之别 我说过 你不用不服气 程度好或不好 股市交易下去就知道了 外资群在伪创完得这么顺利 常常就是赚到盆满钵满 那些散户说自己倒比较会波动的个股能赚很多 真的就是爱说笑 随便追踪个4天 这些散户就像韭菜被割了一大票 大摩今天卖的部位 短短5个交易日就赚6000万 手上的部位还赚1亿5到2亿 相比大摩 小摩 瑞银 美龄等外资群在鸿海中 动不动就是一个月的波段赔5000万 我就很少看这些外资群赢过 当外资群在鸿海一直赔钱 代表钱就是被政府 券商 当冲客 短线客 散户赚走 鸿海中的散户比较少 也比较理性 外资群在鸿海中是很难操作的 在别的AI概念股中 因为成交量大 数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未来鸿海成交量放大到10万张 20万张时 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近来鸿海的散户 被外资群割韭菜 外资群一直在那压制鸿海 其实倒霉的仅是他们自己而已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9214张 第二名的是瑞银 买了1042张 第三名的是上海汇丰 买了896张 买第四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880张 第五名是凯基 买了858张 买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买了1449张 买第二名的是美玲 卖了630张 卖第三名的是星光 卖了307张 卖第四名是国泰敦南 卖了253张 卖第五名的是原富板桥 卖了253张 今天美玲 大摩 小摩等外资群持续的在耍花样 大家看美玲今天当充赔最多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美玲就是挡在上面及向下卖 最后还要买一些回来 被港卖格里逼的买收盘价102元 前几天我有和大家说过 卖格里买回1680张 卖格里是去年10月20日以来最大的空头外资 合计卖了59000张 第二大的是大摩 在卖格里买回1680张时 这就是一个讯号了 有机会全数回补持股 今天卖格里再买回9213张 所以今天早盘 午后的499张大单连发 很明显就是港卖格里买的 最后一笔也是港卖格里买上去的 如果港卖格里持续买回 那就还有近5万张要买 当港卖格里买回5万张的过程中 美玲 大摩 小摩 瑞银等外资群 他们是拿不出股票出来卖的 现在外资群手上的股票已经卖到桌金见肘 只要有空头外资群回补手上股票 剩下的外资群可能就会一起抢着回补 记得一件事 红海旗下的工业复联股价因为台积电看好AI年复成长50% 也因为伪创 唯引毛利率9.3%及11%涨5天了 所以市场是相信工业复联能受贿AI商机 工业复联能贡献红海三到四成营收 五到六成的获利 所以不要傻傻地以为红海获利没影响 稍微有一点智商的人都能从这个简单的逻辑推测出来 我是不信外资群都不懂 我认为外资群因为卖了一大堆 现在在营收及获利没出来前 他们也不想认输 所以才在那硬干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注重风险的外资群会先买一些回来 不然后面一起抢 真的也是不容易抢到 今天红海上涨1.5元 收在102元 成交量24411张 外资群买超9598张 投信买超139张 自营商卖超124张 三大法人买超9613张 外资群把手上的持股卖到37.9%后 红海的股价还是在100元以上 最近外资群回补了所有的期货空单 今天再转成期货多单3388口 昨天我说外资群要让自己买的台积电赚钱 一定就是要持续的拉抬台积电 在拉抬台积电的过程中 指数一定会上涨 所以外资群很有可能会不期货多单 想要让散户再进到台积电买进 一定就是要让2021年买到的散户都解套 新的散户才有可能相信台积电涨真的 今天台积电上涨15元 收在642元 有稍微的拉开外资群这几天布局的成本 在台积电公布第四季财报极好的2024年涨望时 外资群买了台积电11万张 成本价622元 接着几天又买1万多张 但台积电的股价一直涨不上去 今天又买了34188张 才让台积电涨15元 之前我说过 有一些外资群为了赚起货 他们会去卖大型全职股 最近外资群因为台积电的原因 所以开始做多台股自然就会把卖大型全职股的单买回来 以目前大型全职股来说 要供2万点一定就是用鸿海最简单 也最没有风险 伪创股价都敢涨到115元 广达都敢涨到249元了 鸿海股价涨到400元有啥问题 很多人看不起鸿海 那是因为股价不会涨 不过很有趣的事是 在大部分人都看不起时 才是最安全及最值得买的 之后Fed会降息 利率就会从5.25%到5.5%往下降 鸿海的股价如果不涨 股利率还是5% 那就会有很多的资金流到鸿海中 现在外资群因为资金利率高 所以都在那玩短线 以伪创来说 5个交易日大模就赚了5000多张的10% 剩下的15000张一样是赚10%多 外资群在一买一卖的过程中 就是要快速地赚差价 很多散户不自量力 觉得其他股票比较会涨 但我追踪了几天下来 外资群在里面赚钱和呼吸一样简单 短线的世界就是一买即一卖 有人赚就有人赔 既然外资群很容易赚 那赔的自然就是散户了 那些散户说得已付到 很会涨的个股他们能赚钱似的 最终也紧落得一只肥羊的命运 新闻说 汉硕传出独家街下 将在3月开卖的AI Pen代工大单 AI Pen以大型语言模型为基地 重量不到100公克 没有荧幕 可以直接加在胸前 使用者可以透过手势或是语音操作AI Pen 并以投影的方式呈现 AI Pen体积虽小 但可使用的功能堪比一只手机 包括上网 语音通话等都可以在AI Pen上做到 A大回答 台股中很多短线在炒股票的 随便一个题材就能炒 之前合硕炒作AI电脑及AI笔电 结果股价跌了一阵子后 主力为了自救 随便又拿了一个AI Pen就开始炒 消息出来时股价开盘大涨5%多 后面开高走低 还是涨了2.6元 今天就跌回1.9元 这种炒作的题材不会有什么续航力的 AI Pen想要取代手机 我觉得难度有一点高 现在人拿手机都在刷短视频 你总不会拿着AI Pen 然后把手放在前面 接着看短视频道 应该也不会有这种事 这类装设的目标 应该不是为了取代手机而生的 比较像随身助理 但AI Pen的功能手机都能办到 目前我是看不起AI Pen有什么吸引力的 我是完全不会想要买这种装置来用 这台的功能我认为手机能完全取代 但这一台并办不到手机能带给我们目前的方便 一台要价2万的AI Pen 我不如买台手机比较值得 所以这个新闻没啥续航力也是正常的 新闻说 红海集团持续聚焦AI伺服器领域 旗下工业复联指出 未来将持续加码研发量能 投入提升AI伺服器相关技术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与将多个客户展开更全面性的合作 特别是在AI应用领域 未来与客户在AI工厂方面的合作 也有很多钱能可以挖掘 工业复联线为辉达AI伺服器供应链的组装厂商之一 双方自2017年透过原厂委托设计制造模式 展开在AI伺服器领域的合作 工业复联现有订单包括 挥达GH200晶片模组 A100、AG100主板 HGX、DGX伺服器晶片机板 同时参与设计挥达高效能运算平台 工业复联指出 2023年以来 公司AI伺服器营收快速增长 探好生成是AI的发展趋势不变 目前排定将于今年的3月14日 公布2023全年的营运报告 此外 也将持续实践ESG政策 进行高品质的转型发展 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为提供ESG实践范本 由于去年第四季美元 对亚币汇率波动较为明显 工业复联强调 公司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需要 紧密关注国际外汇行情变动 进行合理的外汇避险工作 并在必要时透过对冲 以降低汇率风险 未来会持续借由外汇远期合约 期权合约进行风险管理 抵御汇率波动对获利表现的冲击 海外机构研究股名单 工业复联最受关注 证券时报 资料保统计显示 近10日共有451家公司或机构调查 调查机构类型显示 证券公司调查达415家 占最多 基金公司调查365家 位列其后 海外机构共对81家上市公司进行访访 海外机构研究名单中 工业复联参与研究的海外机构达63家 最受关注 其次是奥普特 参与研究的海外机构共有43家 A大回答 从最近六个交易日工业复联股价的表现来看 市场是相信工业复联能因为AI商机而受惠的 台积电说AI营收年复成长50% 工业复联也拿研究机构的数据说 至少能有20%到30%的成长 所以AI商机一定就是有的 鸿海持有工业复联84% 占鸿海营收3到4成 占获利5到6成 所以工业复联获利只要因为AI商机爆发 那鸿海的毛利率及获利一定就是会明显提升 从2023年第四季尾创毛利率9.3% 再从尾影第四季毛利率11% 其实就是能确定AI伺服器确实能让毛利率提升 现在就单纯是财报空窗期 工业复联最快就是3月中才会开2023年第四季财报 鸿海也是差不多时间开 接着就是5月中开第一季财报 所以去年第四季及今年第一季财报时间会比较接近 当这两季的财报开出来后 大致上就能确定AI伺服器对鸿海 工业复联 广达 云达 伪创 维影 光宝科 因叶达的贡献 现在外资群 法人 主力还能使用筹码在那装神弄鬼 如果鸿海毛利率开出来也是提升个1% 那外资群集体的买回 那买方的力道就会超级恐怖 所以不要担心外资群已经卖了鸿海100多万张了 只要鸿海的基本面 产业面 竞争力强 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政治面等 这都无法真正的把鸿海打败的 今年大家就能看到AI商机对鸿海的贡献 一些投资机构 投雇老师 网红 达人等 他们说AI贡献鸿海的营收及获利不大 我只能说 AI初期的商机就是这样而已 如果你看衰一开始的AI商机 那更危险的是伪创 维影 广达 广宝科 英业达 技嘉等 毕竟这些个股的股价已经被炒起来了 一开始AI会贡献公司营收及获利 但毕竟这仅是一开始 后面当AI复合成长率变大后 也许就是三年 五年后 营收才会对所有做AI代工厂的公司有比较巨大的影响 鸿海的规模大 如果AI成长的速度够快 那也仅有鸿海这种规模的公司有能耐吃下来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事 鸿海一年赚资产的10% 配出5% 剩下5%留在公司中以力发展未来事业 但大部分的代工厂都是会配到7成甚至是8成 这样的公司在未来AI大幅度起飞时 他们也吃不下这么大的商机 这一点在几年后 大家就会明显地看到 一些天真的人会说 一开始AI占鸿海的营收不够大 但AI成长的速度够快 之后自然就是鸿海这种大规模的公司才吃得下巨大的商机 一些代工厂在原本的ICT打不赢鸿海 怎么会天真的觉得在AI就能打赢 这些短线的投机客根本就不会考虑长远的事 单纯就是潮潮短线 赚到钱后就拍拍屁股走人 新闻说 电动车产业力多来了 环境部24日宣布 将推动2024年至2027年 为其四年的第二期空气污染防治方案 据了解 二期重点主要在强化电动车辆 充电桩及能源补充设施等领域的补助及建制 预计九大部会将投入766亿元 行政院去年底核定第二期空气污染防治方案 朝向结合净零排放并整合跨部会良能 进一步从污染源头改善来提升空气品质 环境部表示 第二期方案将持续提升行业减量技术 强化车辆及机具管理 推动减污减碳共力策略并加强特定季节应变 跨部会投入发展绿色技术 例行净零绿生活 其中 环境部规划投入79亿元 新增补助电动公车 增设充电桩及优化电动公车路网 打造电动车友善环境 经济部投入约18亿元用于工业辅导改善 电动物流车 电动机车能源补充设施 交通部和农委会等部会预计投入约19亿元 于绿色运输与改善河川阳城 在国营事业部分 台电 中邮 中钢 中华邮政等国营及政府转投资事业 规划共计投入650亿元分别进行制程改善 提升防治设备效率 油物车电动化等对空气污染改善有助益的措施 除了补助外 对产业影响较大的面向 主要还包括石化业将会加盐废弃燃烧塔 储槽及设备元件减量 对光电与半导体产业将加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减量 对餐饮业辅导装设油烟防治设施 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张顺青表示 第二期的改善目标将锁定系悬浮为例 PM2.5 急臭氧 O3 等二种空气污染指标污染物 强化管理中南部区域 结合净零排放政策 他指出 环境部今年就会投入6亿元 推动电动公车的路网优化 希望加速电动公车普及与电动巴士的使用量 同时也会运用新增后扩充电动车公共能源补充设施场域计划 来增加充换电设施 预计在全台400处公油场域示范导入充电桩 友善电动车的使用环境 A大回答 鸿海电动巴士已经准备好了 也已经在很多县市交车且上路 如鸿华首批辆产车在台南交15辆Model T电动公车 将在年底前陆续上线服务 配置于台南市市区公车6、11、15等路线 新北第一辆鸿海Model T 857干线电动公车正式上路 全市拼2030公车全面电动化 5辆鸿海Model T电动公车台中亮相 行驶307路线 首辆电动巴士Model T高雄正式上路 二四区间车 从高铁站出发 大都会客运 鸿海集团 鸿华电动巴士Model T22路线式运行 鸿海Model T使劲彰化 园林客运向3的能源添购5辆电动巴士 鸿海的电动巴士已经成型 接下来台湾全盛的路上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动巴士 商机会随着全球竞售油车而越来越大 最近特斯拉开始要进军低价车 这就会让一些传统车厂的压力更大 刘董曾说过 当电动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时 这才是鸿海的机会 因为只有委外给鸿海这种一流大厂来代工 价格才会更有竞争力 当电动车价格很有竞争力时 才会加速普及 当初刘董是觉得电动车2024到2025年会爆发 但目前看起来就是稳稳的在发展而已 反倒是AI忽然爆发 刘董当初提的F3.0 转型升级 包括未来产业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核心技术半导体 5G及AI 从这里大家就能知道 鸿海在2019年前 就有在做AI了 这对鸿海来说是归道核心技术 商业界就是这样 模式在人 城市在天 5年前也没有人知道AI会在2023年开始大爆发 公司能做的就是布局好未来的趋势 之前鸿海知道电动车 机器人 数位健康是未来趋势 鸿海就持续的布局 谁也不会知道目前这三项还没有爆发 会不会拿天生城市AI爆发完后 接着AI电动车 AI机器人 AI数位健康也跟着爆发了 鸿海只要确保自己有位之后的趋势先布局 什么时候爆发 那就看市场了 新闻说 人行突袭降准放前4.4兆 存款准备金率一口气下掉两码 中国人民银行24日突袭是宣布 将于2月5日下掉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两码 0.5个百分点 释放约新台币4.43兆元中长期资金活水 潘工胜去年7月上任后 昨日在大陆国新办记者会上 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 人行以口头方式提前预告降准的做法极为罕见 此次降准力度一超出市场预期 显示官方急于提振经济尤其恢复内需而推出相应政策 并缓解当前资本市场焦虑情绪 潘工胜宣布这项消息前 大陆微股在24日下午盘出现V型反弹走势 潘工胜表示 大陆目前法定存款准备率平均为7.4% 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相比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补充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的有效工具 他还说 202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溢性 将朝着压力减小的方向发展 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差处于收敛 特观尚有利于增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自主性 拓展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对香港经济日报分析指出 此次人形降准 市场已有预期 但力度略超预期 主要是巩固经济回升态势 推动消费和内需加速恢复需要宏观政策保驾护航 同时 此次降准将有助于提振市场对经济复苏 与企业获利改善的预期 有助于后续股市估值修复 周茂华表示 预计降息和结构性工具仍在人形工具箱 后续仍会透过降息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下移 LPR仍存在一定幅度下掉 大陆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本次降准的时点和规模超出市场预期 反映人形支持实体经济修复目标明确 从操作背景看 以月在现今需求季节性抬升的背景下 流动性缺口较大 接近月末资金利率有所抬升 此次降准落地后 预计流动性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A大回答 昨天中国说要降息两码 今天中国股市就出现明显的上涨 会这样也是很正常的 所谓的降息就是降低利率 等于就是变相的把资金往市场中赶 中国因为和美国在对抗 所以很多外资企业 台商都撤到印度 越南 墨西哥 美国 台湾 泰国等 这就使得中国的就业机会变少 加上习近平又打房 说房住不炒 这就使得房地产出现下跌 我说过 商品价格是虚幻的 很多都是由乐观情绪给推升的 当中国房地产衰败 人民就会觉得自己很穷 就不敢消费 这就会影响到经济 再加上很多外资企业 台商撤出中国 这就使得就业机会减少 那工人没有工作时 自然就不会有收入 当然就不可能去消费 这就是中国经济会衰退的原因 但中国政府当然不可能让经济无止境的衰退 大家应该了解Fan升息及降息的目的 当经济衰退时 Fan就降息救经济 在经济过热时 Fan就会计划升息 昨天我有说过 外资群也许是害怕中国经济不好 然后就把鸿海和中国经济整个绑在一起了 昨天我说观察今天外资群是否会有大动作的买回鸿海 如果外资群有开始买鸿海 那代表这些外资群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及鸿海的营运绑在一起 当中国超乎预期的降息救经济 外资群就会觉得鸿海的营运能变好 很多外资也是有趣 就是很单纯的觉得和中国有关的公司 在中国经济不好时就会出现营运衰退 看到中国出手救经济 就觉得中国的公司营运会好 不过也是有可能单纯就是一个预期心理 市场觉得中国央行救经济 把人预期会有投资者进来买 所以就预判对方的预判进来炒个短多 不论是哪一项 中国出手救经济 这对鸿海也不会是坏事 鸿海比较大的营收来源 都是美国及欧洲 在中国就是一个制造的基地 虽然还是有部分的营收 但总体是比不少美国及欧洲的 最近有一位网友一直在说投资鸿海 使用金融负债会害死人 又说网友去使用金融负债我能抽佣金 结果我就去看一下他的历史 结果他当初会鼓吹网友去买第二股 如泰金宝 美德一 明辉 还在这些第二股下跌时说被错杀 这种良心被狗啃的人 敢说投资鸿海危险 我也是不懂这个人的智商是怎么了 当初我在第二股最狂热时去破他们的梗 所以这个人就怀恨在心 时间几年过去了 常常在那抹黑及造谣 不过投资鸿海的人还是活得好好的 当初听他话买第二股的人 现在都不知道投胎到哪了 没有人到尽管会去检举他 让他现在还能在一般讨论区活跃 真的就是太便宜他了 这种良心被狗啃的人 会去介绍人买一些天价投机股的人 然后每天在那说投资鸿海好危险 我听了都笑了 这种第二股只要有一点智商的人都知道是投机 他还敢在一般讨论区介绍给别人 还在股价下跌时说错杀 这就是我口中低级投机客 踩着别人的尸体赚钱的人 他可以持续地说投资鸿海危险 时间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过去了 投资鸿海的人还是活得好好的 未来五年 十年后 投资鸿海的人还是活得好好的 他这种常常在赚黑心钱的 因为自己是黑心 所以看别人都觉得黑心 觉得投资鸿海危险 你带的公司 买的股票倒闭或下市时 鸿海还是能活得好好的 不信邪的话 就继续地追踪下去 这种人还常常喜欢在那玩无间道 觉得这样很有趣 这种人行为和诈骗集团没啥两样 有人会信这种人说的话 我真的也是服了性的那些人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拍摇外 拿着你的热情来 鸿海三百 鸿海三百 鸿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